嫂子,你带你爸妈去旅游,不带我和我妈,你这偏心也太明显了吧 真的问你自己呀,咱妈之前帮你带孩子,我为什么要带她出去旅游 再说了,我爸妈帮我带孩子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带他们出去玩几天,怎么了 妈,你看看 就是,有这个必要吗,你这个当嫂子的,就不能让着你妹妹呀 再说了,你现在家里条件这么好,有必要跟你妹妹争这些这么大小的事吗 就是,再说了,我妈帮我带孩子,那不是应该的吗 嫂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太小气了吧 还有,我听说你把家里的钱都补贴你娘家了,所以才对我们家这么小气 你少在那信口开河,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钱贴补娘家了 就算是有,那也是他们应得的,是我这个做女儿的,应尽的孝道 妈,我早就说她吃里扒外了吧 这回,你信了吗,你说,你背着我儿子,到底给你娘家拿了多少钱,你说呀 够了妈,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呢 当初我做生意失败,我和李方一天三顿啃馒头 我想让你帮帮我,你宁愿拿二十万,给小妹买车 你都不愿给我花一份钱 要不是李方的父母,把他们的养老钱拿出来,我能有今天吗,我能多看再起吗 你现在说她偏心,您不觉得脸红吗 妈,小妹,如果这件事非要摊开来讲,咱们脸上呀,谁都挂不住 要想以后相爱无事当一家人,那你们呀,以后就少找事 哎,不是,你算老几呀,敢这么跟我妈说话 哥,你就看着她欺负我跟咱妈妈 我告诉你,你是最没有资格要我喝溜的 天天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胜 不是啃妈的,就是拿我的,你是巨鹰啊你 你,你什么你,要不是看在你被婆家赶出来 我可怜你,才让你住在这儿 你要是再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别怪我不讲兄妹情分 妈,你种什么阴,现在就得什么果 如果你想让你儿子把这碗水给端平了 那你们就得摆清楚现在的位置 立方,咱们走